啊,都是安庸蘭 秀蘭是這個的開山祖師 我不曉得,其實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外省餐館50%是客家人在建議的 相信我,這間是不是我不知道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裡就是好吃啦 但是它的缺點是什麼 很吵 那真的是比和親媚姐在一起更吵 也只有剪家妹妹可以適合去那邊吃 我星期五來過這裡耶 我也來啊,我星期四 那個堡壘咖啡已經結束了 沒有,重慶開始了 換技場咖啡啊 技場咖啡在樓上啊,四樓啊 昨天他那裡寫作寶壘咖啡到10412月31日 好 來,各位 各位齁,跟大家報告一下 你要知道,這個車你就不要站在那邊 裙子會飛起來耶 你知道嗎,這個適合誰 馬力聯盟路 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個地方是什麼 中山 清朝時代,它就是台灣的政治中心 叫做青差行臺 還有佈證史詩文物館 佈證史詩的館 那它日本統治的時候你知道 在1895年6月7號 舉行使政典禮 總督府售在這裡 我們一直認為總督府在哪裡 現在的總統府 其實1895到1919年 這段時間 總督府都售在這裡 那,後來呢 因為讓總督府搬到那邊去了 這個時候你知道 台北市人口已經成長了 需要有一個很大的展演空間 那展演空間就怎麼樣 所以他們準備 台北市蓋一個工會堂 所以他們時候 就日本人在這邊蓋的工會堂 那日本人蓋工會堂 台灣光復以後 它改名叫中山堂 這裡面有三個廳 一個廳叫中正廳 它的奧樓叫做堡壘廳 堡壘廳啊 它原來是賣西餐的 兩個字貴 一個字啦 一個字貴啦 我是吃啦 以後覺得還可以啦 但是我朋友告訴我不好吃 沒有很好吃啦 所以它經營不下去 那下面呢 它的三樓有什麼 有賣茶 那後面有台北書院 幾個好朋友在那邊喝茶也不錯 那三樓呢 四樓 以前是蔡明亮 在那賣咖啡 現在呢 不是 城市咖啡店 它的咖啡你知道嗎 有兩種價錢 一種價錢 我因為我上 上個禮拜 以前連續續三次 那 從180塊到1680塊 都有 咖啡的價錢是不一樣 那有肯亞的咖啡 有伊守比亞的咖啡 等等 蠻好玩的 可是它有第三個 有誤會 是